5月底有國人附中旅遊遭非法拘留 6月21號中共又頒布懲戒台獨條例 最重課判死刑 有件到中國旅遊風險增加 陸委會宣布對中旅遊警戒提升為橙色燈號 近期中共用方布 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顽固分子分裂國家 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 今年6月27日起提升附陸港澳旅遊警示為橙色 建議國人避免非必要 附陸港澳旅行 陸委會表示中共自104年至今陸續修訂實施 包含反間諜法香港國安法等法規 可能對國人人身安全造成風險 因此提升警戒提醒國人 提醒國人確實是有風險 如果作為政府單位對這個狀況視而不見 那這個是政府單位的失職 八旗出版社的總編輯 叫複查李延赫 一個是楊智淵 這兩個都是涉嫌分裂國家法 因為分裂國家被抓不是因為 從這兩個例子來看 不是因為你在大陸的言行 而是因為你不在大陸的言行 橙色燈號警示是僅次於最高紅色警戒程度 但只是提醒並非強制 而美國國務院早在去年7月就將中國旅遊警示提升為三級 重新考慮是否前往 對於陸委會嚴正警示民眾大多也有所警醒 畢竟國人遭中共拘禁遭有先例 並非空穴來風 前往中國前可能得再想像 Sension交易協會採用台北 成本到